我和柳督主的關係不太簡單 我的旨意就是他的旨意 這一點在下當然明白 好,那我問你,你和我爹有什麼關係? 我和他只是利益關係 並沒有什麼深厚的交情 好,好一句並沒有什麼交情 我現在吩咐你一件事 如果你做得好,我就重重想你 請娘娘吩咐 你把我爹最大的秘密 告訴賢南天和小如兒 如果這樣做,寧尊在這個世上 就無處可逃了 我只要他無處可逃 這樣他就只好投靠我 洪葉明白,我立刻去辦 洪葉先生 是,娘娘 相信你是一個聰明的人 如果這件事你辦得好 你會發現,在你身邊 又多了一個大靠山 其實有些事情 不一定要聽柳琦的 在下明白 好,那我就先行告退了 出來 好眼力 各下一定是燕南天 紅葉 你是誰 你走來幹什麼 在下紅葉齋的紅葉先生 我有一個非常非常絕密的消息 想說賣給你 沒興趣,走 生意不成,人而在 燕大俠 大筆了這個消息 我免費給你的 什麼消息 兩位 知不知道當年 出賣江峰和花月爐 給要月公主的人 是誰 這算什麼消息 江湖上人人都知道 就是那個惡賊江琴 沒錯 就是江琴 但是兩位 知其一不知其二 人人都以為江琴失蹤了很多年 其實 他沒有失蹤過 他化身為江湖中一個 很出名的大俠 是誰 你別亂來 這裡是皇宮 不是江湖 你以為我還會理會這些 你放手再說 好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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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現在在哪裡 他剛好被皇上 扁到變關 要找他的 趁早 越南 他來講這個消息 讓我們知道 到底是什麼居心 我管他是什麼居心 既然我已經知道江湖現在在哪裡 我就絕對不可以放過他 燕大俠 燕大俠 你不用再勸我 我現在馬上去 燕大俠 你去哪裡 我今天要出關 無端端做什麼出關 剛才熊葉先生來過 說出了當年出賣你們父母的真相 說當年的江琴 就是今天的江別鶴 我現在馬上去 等等 他有沒有問你拿錢 沒有 錢他不要 會將一個這麼重要消息給我們 我怕地府離山之計 他想把你調開我們 廢話 難道你不想我幫你們父母報仇嗎 要去的話 我們兩兄弟去 為你們父母報仇 是我燕某生平所存 你們是不是看不起我武功 以為我打不過江別鶴 就算他的武功多厲害也好 他始終不可能贏到燕南天 我自己去就行了 無缺你就快做爹 你不要去了 小如兒 你夠多計 你留下 你放心 如果我找到他 我一定殺了他 就算找不到 最多就是白行一趟 你們兩個別再囉嗦 天下 不如我陪燕南天下一次 這樣就有個照應吧 小心啊大爹 我真的有一點不妥 說不出 奇怪啊 這樣練這種神功 身體怎麼會不生毒瘡呢 難道裡面有什麼奧妙 還是他根本就是憑空獵造 沒有人可以練得成 江超軍 外面有一位你的故友來求見 是誰啊 是我 哦 洪業先生 出去了 上下告退 這麼遠走來關外找我 有什麼事啊 我一番好意走來警告你的 我現在是鎮遠大將軍 我怕誰啊 嘿嘿嘿 焰南天 焰南天 他不是在惡人島上失蹤了嗎 嘿嘿嘿 他被小如兒找回 而且還醫好了他的傷 他還知道 你就是當年出壞江峰夫婦的那個 江琴 他知道了 現在他們已經來找你報仇了 你還不走 離不及了 原來芯蘭姐姐尚在人間 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我為你準備了一件小小的禮物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其實燕妃娘願讓我們站住在宮中 已經對我們很照顧了 怎麼可以收你的禮物呢 別這麼說 這些只是我小小的心意 你看看這隻眼是我送給你的 還有這個金鎖 是給你肚子裡的孩子 聽說燕妃娘也有了 身體怎麼樣 託皇上的方已經好幾個月了 但是近來經常覺得腰痠背痛 有些時候還想吐 想不到 懷孕原來是一件這麼辛苦的事 玉燕 宜花公被東廠暗算 我相信 我倆師父已經在劉契手上 有這件事 麻煩玉燕你幫我打探一下 你放心吧 你的事即是我的事 再說劉契也是我的敵人 不過這些事根本不來 不要打草驚蛇 打架了 我會盡快去查的了 芯蘭姐姐 你好好養胎 我先走了 燕妃娘娘 小儀八卦 我記得印象中 你和芯蘭好像不太熟 為何今晚可以特別親熱 開口姐姐 埋口妹妹 小儀 難道你不記得了嗎 在江府的時候 芯蘭姐姐救過我 還給了我一塊令牌 難道我不是應該叫她姐姐嗎 應該的 那你們早點休息吧 我先走了 誰 誰在外面鬼鬼祟祟 你如果再不出來 我就叫她 是我 你來做什麼 你不應該去塞外嗎 來來來來 我 我在哪裏 都不知道怎麼搞的 被燕南天發現了 她到處追殺我 搞得我妹妹封地 就走回來這裡 我在公道躲了兩天 都不見你 你找我做什麼 芯蘭姐 這次我無處藏身 無論如何你也要幫幫我 只可惜 我是個弱質女子 有什麼辦法救你 皇上派了我去邊寨 我是私自走回來的 這樣就犯了死罪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芯蘭姐 我知道 你一定會看在我們父女一場的情分上 幫幫我 那如果被皇上知道了 你就會害死我 我知道你有辦法 公為公為公為 算了 算了 其實要幫你 也不可能 就不可能 充滿 你